这条问题呢,就要我们讨论一下上面这条方程 如果至少有一个正根的话,A的取值范围是什么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那既然至少一个正根呢 那这个概念可能有少少模糊的 那如是指呢,我们既然是这样,不如就切另外一个正根 当然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第一个是正 第二个也是正 第二个就是一个正,一个负 第三个就是一个正,然后一个0 那我们分三种情况讨论呢,就可以包围了 第二个根的所有可能性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看第一个 两个根都是正的情况,那我们可以如何缩窄的范围呢? 那我们一开始讨论一条式的人,首先我们要确定 因为它有两个根,那这条一定是二次方程 那这次呢,非常之幸好,我们X平方之前的系数呢 是1了,不是一个未知数,那我们不需要切任何东西了 那所以呢,接着来呢,我们讨论到根的呢 就会运用到一个判别式的讨论了 那这次这个判别式呢,那两个都是正根 那它们有可能相等,有可能不相等 那所以呢,这次这个判别式呢,Determinant就是大 或者等于0了 那那除了判别式之外呢,我们讨论根呢 还可以利用了伟达定理的,那所以我们会有两根和 那两根绩的 那两根绩的 那由于两个都是正数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得出两根和 和两根绩呢,这两个东西都是会大过0的 那然后这三个东西结合 那我们就可以缩窄到关于A的范围了 那第一个,就是B平方减4AC B平方就是这个4A的平方 减4A是1,C就是这个 就是2A的平方减1 那这一根绩呢,就是这个 这一根绩呢,就需要大过0的 第二个呢,就是-2A 这个大过0啦 第三个就是A的平方 2A的平方,减1 大过0的 那再者,我们结合了这三个东西呢 结合了这三个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缩窄A的范围了 第一个,就会有-A 是介乎于-1 和1中间的 第二个呢,就是A需要小过0 那第三个呢,就是A 亦是大过2 over 2 又或者 A要小过-2 over 2 那我们这次又是了 我们又要找一组A 去符合了这三个条件 因为这三个条件 都是我们看这条方程度 jain出来的嘛 那我们要符合了这三个条件的A 的取值范围呢 就是这个了 A介乎于-1 和-2 over 2 的中间的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这两个根呢 一个是正数,一个是负数 那我们第一样可以做的就是 当然用它的Determinant来看 那今次这个Determinant呢 由于 这两个根是一个正一个负的关系 那它们两个无论最低的值 永远都不会相等啦 那所以今次这个Determinant呢 就会绝对大过0了 那就没有等于的 然后我们当然就可以用 我们的两根和、两根绩 两根和和 两根绩的 那...之前都说过了 由于这个两根和呢 那它一个正数,一个负数的关系 但是我们未知道哪一个的绝对值大一点 那所以这个两根和得到出来 和了出来的数呢 我们在这一刻还未知道 它和0的关系是什么的 究竟哪个大一点 哪个小一点 或者可能相等呢 都不顶的 那我们手头上没有这个Hence 那所以暂时 这个两根和在这里就发挥不到 它应该有的作用了 那我们就剩下两根绩 那两个正一个负 两根绩呢 当然就是小过0的 那,如是结合了这三条 那现在就变成2条 那结合这两条呢 那我们很简单就可以缩窄到A的范围了 那么首先 这个判别式呢 我们就变成了 A介乎于-1和1中间 然后这两根积就可以缩宅做 A介乎在-2之间和-2之间 这个取值范围也是合理的 因为上次两根积是大于0 然后解开两边 之前解开两边 今次小于0就缩宅进来了 变成夹在中间 所以今次结合了这两个东西 结合了这两个东西 我们得出来又符合这两条式的取值范围 自然就剩下这个 所以今次A的取值范围就是 解乎在-2 over 2 和-2 over 2的中间 最后我们剩下讨论的情况 就是一个正一个0的情况 如是者我们又去讨论它的Determinant 和韦达定理 首先这个Determinant 是大于0 一个正数和一个0 无论是什么值 都永远不会相等的了 然后就是两根和 和两根积的 这次两根和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 一个是0 一个是正数 加在一起 这个当然会大于0 两根积呢 今次就更特别 由于其中一个是0的情况 所以两根积呢 出到来都会是0 这次显然来说 这一条是相对比较容易做的 那我们看看 首先第一条出到来的A的取值范围呢 又是介乎在负1和1中间 而两根和缩窄了之后呢 就变成负2A 这个负B嘛 就是负2A这个东西大于0 所以解释出来 就是A需要小于0 然后第三个条件就更特别 就是2A-1这个东西需要等于0 那我们今次有的是一条等式 等式的话就显然来说 其次鲜明 叫我们解释这一条东西了 那我们当2A平方-1 这个东西等于0 那样呢 我们得出来的解释呢 就是这个了 我写上去公正一点了 一个正数一个0的情况之下呢 A 这次就直接等于-2 然后我们结合了这三条东西 那找到A的取值范围就符合我们题目的要求 至少会有一个正根了 那看到最小这个是-1 然后这个是不等于-2 2 over 2 但是之后我们又有一个A等于-2 over 2 那这个呢 它的最小值呢 就不可以等于-2 over 2 那这个好像一个交锤那样 黏住这两条边的话呢 那我们得出来整个A的水值范围呢 就会变成A介乎于-1 和-2 over 2 的中间了 所以呢 这一个就是最终的答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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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